这次讨论焦点就是反罢免的文宣当中 民进党选输了想重选的字样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认为是不实资讯 特别提出告诉 如果是我们民进党做的 我们会光荣的 骄傲的去主张 该是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做的 但如果这就是一个公民运动的展现 那我们作为一个在基隆的在野党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服务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的 去反映民众的心声 但是我们绝对不敢略美 公民运动的自主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行动最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在基隆市各大群组里面 也在鼓吹不断的传递告诉大家说 民进党是罢免的搞恶霸 民进党搞恶霸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也回应 对啊 我认为当初我判断是不会过的 所以林又昌进驻以后 就再加上民进党议员全部设摊 协助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才过了关嘛 这个应该大家看得很清楚 等于是两手策略 表面上推给差量团体 事实上是他们的背后的实力嘛 不过的确我们也有某些议员 他民进党的议员 他们也有收受连署书 那也有出来鼓吹罢免这个事情 我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差量团体也发布新闻稿回应 台湾人对于罢免相对冷淡 但是谢国良却能在这样的氛围底下 让罢免团体拿到四万三千份的连署书 与其说是罢免方努力而达成 不如说是今天谢国良市政做得太过于糟糕 让所有的市民都有感 我来就这个平台 就这个机会 中华民国万岁 很好 就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下 10月13日 一定要出来投罢免票 因为我看他们这样铺天盖地 四个都在做栓团 看起来对这个差量的行动 受很大的阻力 所以 真的是阴错阳超 我听说黎明要来了 我也不要影响他们的活动 再一次 给大家呼吁 我是台湾国理事长 我是陈俊涵 再一次给大家鼓勇 10月13日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